半夜1點 監視器拍到一名男子拿著長水管塞進鄰居家的窗戶 接著放水猛灌 不只灌水淹房子 他還拿著整鍋會晤和整大袋的廚餘 通通塞進鄰居家 台灣哪有公理啊 哪有法律啊 我們這裡又不是菲律賓 怎麼可能 重新回到家裡頭看到滿地的髒亂 徐太太怒喊 難道台灣是沒法律了嗎 因為她真的是受夠了 鄰居長達三個多月的騷擾 不但當街毆打她的老公 接著還放火燒她家 讓他們一家人飽受驚嚇 連夜逃離家園 到台南租屋避難 我連回到家都要警察陪我不到10分鐘 我回來是要來收證 我才能走 我回到家不到10分鐘 只不過二鄰居每次犯案後 都是被喊送 已經送辦六七次 卻還是無法遏止她瘋狂可怕的行為 徐先生只好自己出面 向鄰居喊話 希望能和對方坐下來好好談談 到底是什麼恩怨 讓她一而再再而三的騷擾 請你出面好不好 我們可以講說無冤無仇 徐先生多次喊話找不到人 最後是透過明代才找到對方 但二鄰居也說不出到底是什麼事情 引發她不滿 目前檢察官也預料警方將二鄰居拘留 將評估是否要強拒就醫 記者張春華包金營屏東報導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